朋友们好 又到了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了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我们这一节课主要来集中精力 讲一下怎么处理 Python开发程序过程中的 字符串编解码的问题 也就是说乱码的问题 或者是说解码错误的问题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比较逗 叫糟糕乱码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解决的问题 也不只是乱码 包括一些运行过程中的报错 什么的 我们今天都一块说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学习目标 就是首先要了解一下 似乎算编辑码的这个基础知识 大概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网络上资料也比较多 不深入去讲 然后呢 复习一下这个Python的这个 三四目的这个标准包 然后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个iPython的这个 自动补权这个功能 怎么用 然后这个使用iPython的时候呢 可能会遇到一些小bug 这个我们也顺便的提一下 最后呢 我们解决一下 之前我们使用这个Erik4开发 这个GUI程序工程中 对一些这个字符传处理工程中的这个乱码 或者是这个报错的问题 呃 字符传的这个编码基础 这个 首先 最开始的字符传编码叫ASK2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那个 用一个字节能表示 呃 255个字符传 那么因为他一个字节 一共就能表示 0到255 这么写个数字 所以呢 他撑死了 也就 能表达 256个 这个不同的字符 那这个 ASK2 最终 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呢 是因为这个 呃 美国人他只有ABCDEFG 就那么26个字母 那么他用ASK2 表示这26个字母 就加上一些标点符号和数字 0到9 他足够用了 所以呢 美国人在设议这个 呃 ASK2 的时候呢 他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英语 这么一种语言 完全不知道 还有 天朝和日本 还有其他一些 奇迹怪怪的这个国家的 奇迹怪怪的这个语言的存在 所以呢 这个ASK1呢 一直沿用至今 但是呢 美国人用这个ASK1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用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 ABCDE啊 26个字母 我们叫阿伯茨德 他这个很有问题 因为我们不能 表达我们的一个汉字 所以呢 这个勤劳的这个天朝人民 就 自己动手 啊 写了一个这个 叫汉字那码库 最开始的这个 GB2312 这个GB就是 国标的简称啊 我国的这个各种 标准都以GB开头 啊 包括计算机的 还包括工业的 等等各个行业吧 还包括 呃 像什么知识产权之类的 都是GB开头 那么这个GB2312呢 他收纳了这个6000个常用的字 呃 大家用着很高兴 但是使用这个GB2312的时候呢 需要自己额外的去装这个 中文字库 这个可能有一些同学 可能体验过 然后呢 后来大家用着用着就发现 这6000个常用的字呢 也不够用了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 这个少数民族 还有一些生僻字 比如说 这个人名叫的时候 什么 茂迪之年啊 像这种字一般都打不出来 所以后来呢 我们又对这个GB2312 进行了一些扩展 呃 扩展到最后呢 形成了这个GB18030 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囊括了这个GB2312的 常用的6000字 并且额外扩展了2万加以上的这个汉字 这一下子基本上就足够用了 那么这个GB18030和这个GB2312 他们这些呃 表示汉字的方式呢 我们统称为GBK的编码 GBK编码是使用两个字节 我们都知道这个两个字节呢 就是可以表示 65536种 可能 那么也就可以表示6万多个字符 啊 这6万多个字符呢 除了2万多是表示 我们的汉语之外呢 还有一些表达 其他国家的字符 比如一些奇怪的日语啊 像还有什么希腊字符啊 等等等等 后来呢 这个各个国家就纷纷的创造了自己的国家标准 我们叫GB啊 可能到日本就变成日本符号表示的了 然后到了这个非洲的时候就变成了非洲的符号 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纷纷就创建了自己的这个当地的这个语言库 然后这个大家交流起来的时候就很逗乐了 这个就类似于看见一个苹果 我们叫苹果 美国人叫Apple 日本人呢就用日语就给苹果取了个名字 然后这样大家交流的时候就完全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明明是在说同一个东西 明明是在吃同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有一个好管形式的组织 就是这个国际标准化组织 这个里面打错字了 国际标准化组织呢 就 说大家这么乱用的话 各个地方都用自己的这个编码方式 最后交流的时候就完全是无法沟通 所以呢 他就提出了这个unicode 那么这个unicode呢 他有一种标准是这个 我后面标了两个字节 他是unicode16是用两个字节表示 那么 utf8呢 他是1到4个字节去表示的 那么可以根据这个不同的字符 他伸缩这个程度 这个处理起来就比较恶心 但是这个 解码程序会帮我们自动处理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害怕 这个iso呢 就提出了这个unicode unicode的这个全称 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他这个汉语翻译过来呢 就是通用的这个编码格式 那么采用了这个unicode之后呢 这个各国的程序员 各国的这个网络通信 在交流起来的时候呢 就方便很多了 那么同一个东西 我们用的编码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解码的时候 也采用同样的这个解码策略去解码 那这样呢 就不会说 我们管苹果叫苹果 美国人叫Apple 日本人又叫了个别的名字 这种情况出现 那么大家也便于交流和沟通了 这个时候 计算机才真正的统一了全世界的语言 才能表示全世界的语言 通用的去表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节课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计算机系统的这个 当前的这个编码环境 我们通过什么来获取 计算机系统当前摸着的这个编码环境呢 那么跟系统相关的 当然大部分都在这个OS模块 和这个Sysm模块里边 我们这节课呢 就使用这个Sysm模块 好 我们先打开这个 埃Python 好 重启一下这个 好 那么我们先导入一下这个Sysm模块 导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块里边 跟这个系统默认编码相关的这个函数 调Sysm模 然后加一个点 直接按Type键 这就是它自动补权的全部内容 那么我们看这里边有很多东西 我们怎么选中某一项呢 继续按Type键 然后光标游离到下面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键盘的上下左右键头 这里边有一个函数叫get default encoding 这个函数呢 不好意思 这个 这个 它回车之后呢 就选中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函数只是这个函数的这个地址 要掉用这个函数的话 需要在后面加上括号 点击回车 我们发现这个 现在我们当前这个控制台 它默认的这个编码是ask2 也就是说美国标准信息交换码 就是只能表示 256个字符的这一种 那么它并不能表示中文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怎么样让它改成这个UTF的这个编码模式呢 我们刚才也发现了 它里面并没有这个修改函数 也就是说并没有这个set的函数 那么我们再重新加载一下这个模块 reload system reload之后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模块里面的方法 发生了一些变化 前面还是这个get这些函数 那么我们直接敲set看一下 好 我们发现比刚才多了一个函数 多了一个函数名字叫 sensum.setDefaultencoding 就是设置默认的这个编码 我们选择这个函数 给它传一个参数 改成UTF8 好的 我们现在发现 这个系统现在这个默认环件已经变成这个 已经设置成这个UTF8了 然后我们再读取一下 看看能不能读回来这个书 重新运行这个sensum.getDefaultencoding函数 控制台环件里面 收入python 然后像刚才一样 import system sensum.getDefaultencoding 我们看啊 从这个windows的cmd下面 我们得到了这个默认的环件 还是这个as2 那同样的我们 重新加载一下这个模块 然后 把当前这个编码环件改为UTF8 看一下 然后再读回来 看一下能不能回读 好 我们发现在windows的这个cmd下面 把当前这个控制台的编码环件改成UTF8 从这个as2改成UTF8 然后再回读 已经读到了 刚才这个默认的编码环件已经改变了 那么说明这个ipathon这里边是有个小小的bug的 但是大家不要很在意这个bug 也不要跟它较劲啊 我们的目的是使用功力 而不是给这些工具的毛病 给这些工具修复这些毛病 这个ipathon是有官方维护的 这个安娜看到的团队在维护 所以呢 我们不必去跟这个bug过去 然后呢 我们只是跟大家介绍它这个自动补权的功能 它虽然有这些小部分 但是大的功能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跟大家提嘴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 系统默认的这个default encoding改成UTF8之后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 这个python内建的这个string函数 把这个unicode字符转化成string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这个函数是不会报错的 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默认的incoding改回去呢 然后我们发现当这个系统默认环境是ask2的时候 一定要用它内建的string函数把一段中文转成string模式的时候 转成string类型的时候它会报错 这个报错的内容呢 是大家非常常见的这个unicode encode error 这个ask2不能对这个unicode进行编码 所以呢 大家就知道这个错误是怎么来的了 而当我们把这个系统默认的编码回程改成UTF8的时候 再对这段文字进行编码 就不会有任何错误产生 好的 那么讲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Eric4 好 这里我就不重新打开了 这个工程已经打开了 我们一起还记得这个 当时有一个这个打印文本框内容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当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 就这里点击这个打印文本框按钮 它会把这个文本框的内容输出到控制台里面 当时我们这个默认的是汉字 它打印的时候发生了错误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错误 好现在这个文本框里面是汉字 我们点打印文本框 OK 这个错误已经出现了 看一下 unicode, encode, encode, error, ask2, code, count, encode, characters in position, 0 to 6, ordinary not in range 128 所以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说这个ask2它只有256种可能 那么它把前127种就是说0到127标记为这个26个字母加上数字和符号等等 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中文字符呢它是不在这个范围内的 所以它会有一个这个编码的错误 所以我们在这中断一下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很明显 我们要把这个字符串转化成这个unicode再打印出来才可以 因为它是中文的 ask2肯定是不行了 所以我们就采用一个办法 显示的转换它 那么我们有两种方式 先是输入 直接就要用这个unicode的函数 把这一串都转换成 unicode的字符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打印文框 我把这个条大一点 不好意思 看一下我们在运行这个打印文框的时候 那么 我们文框中这个汉字已经在这打印出来了 我们在这里再测试点别的 再打印OK 这样就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还有第二种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就不量这个函数 用python自身的这个格式化 直接将这段字符串 直接将这段字符串格式化成这个unicode编码 那么同样的我们去运行一下 没有报错 并且汉字已经完整地打印了出来 那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两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的就是包括刚才的方式 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我们很明显的知道 控制台肯定也是这个ask to的这个编码环境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 显示的这个把这个控制台的环境 改成utf8 改成utf8 然后呢 在这边 再将这个字符串打印出来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下去尝试一下 我这边就不再演示了 那么我推荐大家呢 采用这种方式去 转化这个字符串 因为它比较方便 并且使用python本身的这个格式化方式 那么刚才我们总结一下 刚才我们进行了一些操作 就解决python开发过程中的这个乱码问题 首先呢 可以采用修改系统当前默认字符编码的这本 这种方式 然后呢 还有那些 比如说 有一些时候我们 从这个其他地方 比如说从硬盘上打开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根据这个数据编码格式来解码数据 因为打开这个文件 它的编码格式已经是固定的 就是从硬盘打开的时候 这个编码格式已经固定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根据这个文件 原来的编码格式进行相应的解码 它原来是gbk的话 你就只能用gbk去解码的 原来是utf8的 那个编码格式 你就是就用utf8的去编码 去解码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种就是 从互联网上获得的这个文件 它的编码格式呢 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就是原来的网页 它是什么编码格式呢 它就我们读回答的时候 就只能用相应的这个解码格式去解码 所以这个做爬虫的同学呢 最常遇到的就是网页编码的问题 它有一些网页是这个 en的编码 有一些是这个gbk的编码 有一些是这个unicode的编码 所以一定要根据这个网页的编码格式 采用相应的这个方式去解码 解码数据呢 也是 自不串里面 它有一个内嵌的这个decode方法 那么就像 我这边还找不到相应的例子 自不串里面 它有一个decode方法 我们调用的时候呢 直接就是这种格式 在这里敲吧 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直接就是string.decode 然后在这个里边输入 需要应用的解码格式 比如说你从网上读回来的 这个html这个编码格式是gbk 你就在这里输入gbk 然后它就会使用gbk的格式 对字符上进行解码 如果你读回来的是gbk 你用utf8去解码 解码出来的一定是错误的 变成是乱码 这个编辑码的问题呢 说白了就是同样一个东西 我们从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它 中国人看苹果是苹果 美国人看到就是apple 所以呢 我们最后统一到这个unicode编码上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东西都叫unicode的苹果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大家在以后写程序的时候呢 尽量都用unicode编码 不要去用gbk 这个gbk啊 只能在中国形成同一旦到了国际化的时候 这个编码是很糟糕的 所以呢 这里面也跟大家说一下 编码的时候呢 要尽量的使用这个unicode编码 当我们这些开发人员通通统一到unicode的时候 那么unicode就不会面临的需要跟其他编码格式进行转码的问题了 比如说要先从这个gbk解码过来 然后再编码成unicode再发给别人这样 这个麻烦事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还是从我做起 把这个良好的风气形成 那么今天呢 这个乱码的问题呢 就介绍到这里 这个编解码的问题呢 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肯定不会一节课就讲清楚的 我们在后面的这个实例中呢 也会跟大家逐步的去深入的介绍这个过程 比如说遇到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 跟大家这个实际去演示这个过程 今天呢 也有两个课备练习 就是把之前的作业英文实现呢 全部就换成中文实现 然后呢 尝试向控制台打印一行中文 这个最后一项还是很简单的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